隋阳帝,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备受唾骂的皇帝。 在世景传说中,他是师父杀兄姊姆一妹的凶残暴君。 在正式记载中,他也是大兴土木穷兵独武的昏君。 一个阳字的嗜好,就永远把他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千百年来,他已经固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昏君与暴君典型。 要不怎么会那么快就搞垮了大隋王朝? 要不怎么会留下那么多荒淫无耻的传说故事? 衣衫固然不能遮白恶,但衣罪也不能费百宫。 奥迪有几分是魔鬼,又有几分是英雄。 从今天开始,老笨蛋就带你走进最真实的隋阳帝阳广。 仁寿四年7月13日,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。 临终前隋文帝留下一诏,他在遗诏中不仅回顾了自己的一生, 还专门对阳广做了高度评价。 皇太子广,帝居上司,仁孝著文,以其行业堪称振执。 同时又痛斥了长子杨勇和四子杨秀的罪行, 勇姬秀党并怀备恶,即之无臣子之心,所以废除。 这几句文字,一捧一彩,一包一饼,一方面对杨广不吝赞美之词, 另一方面则对杨勇的所作所为,做了根本性的否定。 对杨广和杨广的两极化评价十分显眼。 这道遗诏是否是出于隋文帝的本意, 亦或是经过了杨广的篡改和修饰, 我们已无从得知。 但是不论真相如何, 这道遗诏对杨广的结尾来说, 是至关重要的, 因为它是证明杨广皇位合法性的最有利证据。 隋文帝驾崩之后, 杨广并没有急于将消息攻之于众, 而是选择了秘补发散。 秘补发散的原因在于隋文帝是在仁寿宫突然驾崩的, 而非政治中心的长安城, 一旦过早将消息攻之于众, 难保不会有居心叵测之人在京城趁机作乱。 尤其是废太子杨勇, 此刻还在京城为防止废太子的救习官员生出一心, 杨广才做出了秘补发散的安排, 当时一周刺事杨曰, 正好来仁寿宫朝建, 杨曰是杨所的弟弟, 也就是杨广可以信赖的人。 因此杨广就怕杨曰先行赶回大兴城, 并嘱托给他了三件事, 一是让他立刻担任首都军区的总司令, 全权接管长安城的安保工作, 二是贴出告示, 恶令全国人民为老笨蛋的视频点赞。 三是诈成隋文帝的照例, 刺死废太子杨勇, 前面视频提到网隋文帝弥留之际, 曾经想要重新召回废太子杨勇, 虽然没有成功, 但是这也让杨广意识到, 只要大哥在, 对他就始终是个威胁, 于是杨广决定利用先皇的余热除掉杨勇, 杨曰回到京师后, 在控制了京城的局势后, 他就第一时间来到了杨勇的府邸, 他以隋文帝的名义, 赐杨勇服毒自杀, 可人都有恋生未死之心, 所以杨勇拒服毒, 一看杨勇不合作, 杨曰只好命人活活勒死了他, 当听说杨曰顺理完成交代的任务之后, 36岁的杨广才正式登基称帝, 君领天下, 史称隋杨帝, 政权稳定之后, 杨广重新追封杨勇为房灵王, 却刻意规定杨勇的子孙, 不得继承他的王位, 不管怎么说, 杨广对老哥还是有些愧疚的, 上任之后立马追封老哥, 就说明他自己也承认, 朵卫仪是干的的确有点不太讲究, 但同时他有规定, 杨勇的儿子不能继承爵位, 又说明此时他并没有做错, 政治立场是没问题的, 不过说实话, 就算杨广允许杨勇的儿子继承爵位, 恐怕也继承不了了, 因为他们很快就被杨广相继处死了, 杨勇的是个儿子无一善终, 而对于兵部尚书柳叔和皇门侍郎原言, 杨广觉得他们一个是太子的人, 一个是老爹的人, 所以他的处理决定是, 你们俩官室别做了, 将你们发配到千里之外, 咱以后也江湖不见, 然后杨广就将原言流放到南海, 柳叔流放到岭南龙川, 同时还强制柳叔和兰宁公主离婚, 但没想到兰宁公主是个烈女子, 他认定了女子出嫁从福的道理, 不愿意因为丈夫在政治上犯了错误, 就离他而去, 所以他不仅不服从命令, 还要放弃公主名号, 追随柳叔一块到岭南去, 这岂不是在公然挑战新皇帝的权威吗? 于是杨广一怒之下, 就马上软禁起了兰宁公主, 然而没过多久, 刚刚32岁的兰宁公主就一而终, 临死前留下一言, 她要与柳叔合葬, 兰宁公主对丈夫的忠诚, 非常符合儒家伦理, 所以当时舆论都对她颇为同情, 那么杨广会遵从舆论, 让小妹与丈夫合葬吗? 她才不会, 这对她来说, 这叫誓死挑战她的权威, 所以面对这个不听话的妹妹, 杨广毫无悲弃之情, 她下令把公主草草的埋葬在红渡川, 无论是离娘家的灵气, 还是离婆家的祖分, 都远的不能再远了, 也算是对她挑战皇威的惩罚, 在办完了这些事后, 杨广才颁师回朝, 8月初三, 隋文帝的灵鹫也从仁寿宫运至京师, 通过密布发丧的前前后后, 我们可以看出, 杨广的政治经验已是相当劳道, 所思所虑都是极为周详和细心, 这也可以看作杨广掌权后, 所面临的第一桩考验, 她完成得非常出色, 不过杨广要面临的考验, 可不止这个, 因为一个更大的考验来了, 8月12日, 杨广宣布给隋文帝出币, 然而到了10月16日, 隋文帝才被下葬于太陵, 和独孤皇后同焚一学, 隋文帝的遗体拖延了两月之久才下葬, 这是因为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, 以至于杨广根本无暇料理隋文帝的安葬事宜, 原来杨广的五弟, 冰州总管汉望杨广起兵造反,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最小的儿子, 也是他最宠爱的儿子, 杨坚的五个儿子, 除了老大洋用被立为太子之外, 其余老二杨广, 老三杨俊, 老四杨秀都市十二三岁就坐镇地方独当一命, 唯独杨广直到二十二岁才离开父母, 出任冰州总管, 隋文帝为什么这么晚才让他出去, 只有一个缘故, 那就是舍不得, 隋文帝太宠爱这个小儿子, 一直舍不得让他太早离开自己, 就是杨广到冰州上任, 还是隋文帝亲自把他送到的, 正因为十分宠爱这个小儿子, 因此隋文帝给杨广的权力也特别大, 首先是军事权力, 老杨不仅让他担任冰州总管, 还让他总领北齐就建五山尔州军事, 等于把原来的北齐都做了他的封地, 其次是司法权力, 杨坚对其他儿子都强调,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, 唯独对这个小儿子杨坚宣布, 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便宜从事, 可笑的是, 杨坚为了贯彻执法守法的价值观, 先是将三子七王杨骏打入冷宫, 后来又求见了蜀王杨秀, 却单独规定汉王杨亮不必遵纪守法, 也不知杨坚晚年的心态是有所转变, 还是有些人格分裂, 除此之外, 老杨还赋予了杨亮经济权力, 别看杨坚自己简朴, 要求其他儿子也简朴, 但是偏偏怕这个小儿子受穷受苦, 吃不上饭, 有枪, 要权有权, 要钱有钱, 生活比拟还甜, 其实杨亮造反是杨广夺敌的后遗症, 自从大哥杨勇被废的时候, 他心里就非常不舒服, 四哥杨秀被废的时候, 杨亮瞬间就有了兔子狗篷的感觉, 于是他以突厥活动频繁为优, 在兵州等地招兵埋忙, 修缠兵器, 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, 准备随时找人干账, 正是因为杨亮有着如此之大的特权和军事实力, 虽对于刚刚即位的杨广来说, 无疑是个心腹大患, 杨亮这几年一直磨刀祸祸, 杨广不可能不会知道, 当太子这几年, 他的眼睛就一直没离开过杨亮, 他知道杨亮图谋不轨, 迟早会生出祸患, 但是因为有隋文帝这把保护伞撑着, 杨广也不敢把他怎么样, 现在隋文帝死了, 杨广觉得与其杨虎一患, 倒不如趁此机会, 把杨亮彻底解决掉, 心动就要行动, 于是杨广马上伪造了一份所谓先帝的喜书, 召杨亮入朝, 按照杨广的想法, 杨亮跟父亲关系好, 父亲召他进京, 他应该没有怀疑的道理, 只要他一回来, 那就是杨入虎口, 有去无回了, 这其实也是杨坚当皇帝之前, 对付北周武王的伎俩, 可是杨广万万没想到, 就是这份喜书给他惹了大麻烦, 当使者带着喜书来到建阳时, 杨亮打开一看, 马上就说这是假的, 同时他也知晓京师有变, 原来隋文帝和杨亮此前早有密约, 若喜书赵如, 与赤子之棒别加一点, 又与玉林符合之, 当就争, 大概意思就是说, 如果朝中发来喜书征兆入朝, 一定要注意两点, 一是喜书的赤子旁边会多加一点, 二是要与玉林兵斧相合, 二者无物才能上路, 其实从这可以看得出来, 杨坚是真的很爱杨亮, 他可能是担心有奸臣作乱发动政变, 谋夺杨家的江山, 这才给杨亮上了双重保险, 以免这个傻儿子被人骗到长安杀掉, 但没想到, 这个原本对付奸臣的约定, 最后却摆了自己二儿子杨广一道, 因此当杨亮看到这有兵符, 喜书上的赤子却没有多一点时, 他马上就意识到京师有变, 老爹已经出事了, 二哥杨广这是要骗他回去, 一想到大哥杨勇被匪, 三哥杨骏被毒杀, 四哥杨秀被囚禁, 杨亮瞬间就感觉一国凉气直击后几两国,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, 看来他只有和二哥白白手腕, 但别看他招兵买马蓄谋已久, 但是事到临头, 他还有点发出, 毕竟他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, 且从来没上过战场, 杨广就不同了, 那可是难凭陈国北定突厥, 在战场上滚过来的, 军事经验不是丰富, 而是相当丰富, 杨亮和杨广就好比泰森和马宝国, 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, 当年隋文帝活着的时候, 就警告过杨亮, 比去尔如龙内鸡出尔, 大义就是说, 你二哥要是抓你, 就像一个人把手伸进鸡笼子里, 抓一只小鸡一样, 所以杨亮始终还在犹豫, 要不要起兵造反, 就在他还举气不定的时候, 有两个人来给他打气了, 这两个人都来自南朝, 他们分别是王魁和肖摩赫, 王魁本来是梁朝大将王僧变的儿子, 梁朝灭亡后他进入北州, 此人不仅精通精学, 而且熟读兵书, 号称替堂好奇论, 但是隋文帝执行官龙本位政策, 而他因为出身南方, 所以在隋朝一直未受到重右, 肖摩赫则是江南陈朝大将, 他到隋朝之后也同样受到排挤, 自古以来, 大财不斩壮志难仇都会令人激愤, 这两股激愤的洪流, 一直都在寻找出口, 现在看到汉王有不臣之心, 他那就开始极力窜断了, 汉王杨亮本来就有不臣之心, 在受到这两个人的窜断, 心里的天平很自然的就大幅向造反那方倾斜, 就在杨亮酝酿反叛之时, 金阳城里突然又开始流传起一首童谣, 一张纸两张纸, 克亮小儿做天子, 这首童谣是什么意思, 没一个人能说清, 但是杨亮却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, 因为杨亮的小名就是阿克, 同时他又是隋文帝最小的儿子, 克亮小儿可不就是指他自己吗? 这句话的完整意思, 不就是说杨亮要当皇帝吗? 既然天命如此, 那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? 今天我们回头分析, 这童谣很可能是王魁和肖摩赫这些野心家编出来的, 用意增加汉王的信心, 杨亮本来就是一个被父母惯坏了的骄横跋扈少年, 此时再有人怂恿和童谣蛊惑, 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起兵造反呢? 然而不幸的是这注定是一场滑稽的反叛, 因为仅一个回合, 杨亮就被二哥杨广摁在地上狠狠的摩擦了。